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,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,欢迎持续关注。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。希望大家喜欢。 好久不见的刘若英,最近为宣传新专辑《各自安好》,接受了采访。 突然发现奶茶刘若英快52岁了。 面对关于变老的发问,刘若英说我也怕变老,但我更怕变怪。 她坦言,以前谈变老,更多是抽象的,心理上的,现在明显身体和心理的共同作用。 以前吃一个礼拜,减肥三天就恢复了,现在减重一个月,13天就回来了。 竟然也到了从地上猛的骑身,会爱呀妈呀觉得眩晕的年纪。 她不排斥医美,如果有能让自己更好,别人看着也赏心悦目的方式,她也会尝试。 但更谨慎。因为老就够可怕的了,怪比老更可怕。 婚后很少营业的刘若英,作为港台老牌明星的那一代,面对现在的娱乐环境,觉得自己每次出来很像一个新人。 环境变了,宣传方式变了。 不适合自己的东西,她还是接受不来,没办法全然迎合。 比如关于参加综艺,她觉得自己不是综艺型人格,不适合会冷场,冷场被人骂的话,她又比较玻璃心。 所以就索性别上。 她说可以上何炯的节目,因为是熟悉的朋友,会很安心,还有精心的节目。 自己看过也很喜欢。 有些宣传方式,时间点不合适,因为她已经睡觉了。 有些带货形式,她要看具体情况,因为我不能被勉强,一被勉强的话会被看出来,反而对产品不好。 她说自己不能当网红,跟不上网络用语的发展,如今上有老下有小,每天要忙很多生活中的杂事,没有办法一直刷手机看热搜,等自己反应过来。 新闻早就过去了。 这些年,关于潮流事务,都是老公钟小江普及给她,包括分享给她一些好听的音乐。 会开玩笑问她,你还是个音乐人吗? 距离自己上一张专辑时隔六年,上一次出演电影还是2017年,在张爱佳作品《相爱相亲》里演女配角。 相较其他港台明星的积极营业和转型,刘若英好像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。 结婚十年,奶茶过得还好吗? 刘若英出生于台湾的名门望族。 祖父是将军,祖母是大家闺秀。 而是父母离异,她由祖父母养大。 家教严格,祖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她有很大影响。 刘若英记忆中的祖母永远穿得端庄得体,丝袜旗袍带跟的鞋子一丝不苟。 幼儿园老师问她长大想做什么? 她说想做刘太太,因为大家都叫祖母刘太太。 为人妻母就是她的儿时梦想。 七岁那年祖母给她买钢琴,她不懂为什么要练得那么辛苦。 祖母告诉她,假若有天被丈夫抛弃,钢琴也是一技之长,是自己的依靠。 可以养自己和小孩。 高中后跑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生乐和钢琴。 自己打工赚钱,辛苦的时候打电话要回家。 祖父告诉她,不毕业就死也死在美国。 回国后去滚石唱片做助理和祖父约定好,三年没有成绩就离开娱乐圈。 24岁那年一身牛仔裤白衬衫,吸引了张爱佳的注意,邀请她出演电影《少年小鱼》。 借此推出自己第一张专辑《少年小鱼》的《美丽与哀愁》。 这张专辑里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,就是《为爱痴狂》。 遵循着彼时演员和歌手两期发展的路,刘若英的演合唱,都交出了代表作。 唱歌有后来,成全一个人的孤单,但爱在靠近等承包KTV点唱的家喻户晓的单曲。 演戏《粉红女郎》里的《结婚狂》,《人间四月天》里的张又怡,《上海网视》里的张爱玲,《似水年华》中的设计师,还有《天下无贼》里刘德华怀孕的妻子都是她。 直到今天,《天下无贼》片尾,刘若英得知丈夫死后,一边掉眼泪一边吃烤鸭的经典桥段,还是多少人心中教科书级别的哭戏。 2011年,刘若英闪婚了,结婚对象是比自己小十岁的青年才郡忠小江。 2015年,刘若英升级当妈。 后来这些年,她多的是不营业的日常,还在微博上作为话题分享平凡日子的家常。 那个很多人心中唱着《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》,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的文艺女青年,理直气壮的扎进生活的柴米油盐。 婚后刘若英出了一本书《我敢在你华里孤独》。 里面写下了两个人的状态,有时候拍戏时我们经常半个月不见面,没必要天天黏在一起。 相处就像是把两个独处的人放在一起,在一起的时候像黏土,可以塑造成两个人以外的第三种相貌。 分开的时候像磁铁彼此相惜却又各自独立。 两个人在家里有各自的卧室和书房,分房睡、厨房和餐厅是共用的。 出门看电影也不必在一起。 各自看自己喜欢的,经常两个人去不同的电影院。 刘若英曾在鲁玉有约说过,唯有自己舒服自在,对方才会舒服自在。 算有老下有小的刘若英拿大部分时间来陪伴家人。 和很多母亲一样,为了亲力亲为带孩子重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。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,在儿子起床之前回复工作信息邮件。 八点陪儿子吃早饭,送儿子去上学。 之后要么运动锻炼陪老公吃午饭,要么继续工作。 下午两点四时去接儿子放学,继续当妈妈,直到晚上陪儿子睡觉。 但现在大多数时候十点多工作人员已经找不到她了,因为已经睡觉了。 婚姻里的刘若英把太太和妈妈的角色前置做好了,再去做女明星。 她拿出很多时间陪儿子玩耍,旅行。 最近的采访里她还说,早起就在忙着预定暑假的旅程。 睡前给儿子讲故事,想想没几年可以讲自己很珍惜这样的时间。 就算当天有工作,也不耽误她早起送儿子上学,然后去医院看望祖母。 前阵子因为去参加五月天演唱会没能带儿子一起,结果第二天赶脆早班的高铁返回,直接奔去父子俩吃午饭的地方会合。 被问会不会参加类似向往的生活这种节目去村庄里住几天。 刘若英说她自己是OK的,有时候很多不OK是因为要和家人在一起。 去年疫情期间,刘若英举办了一场线上演唱会陪你。 几乎都在唱自己喜欢的别人的歌。 她唱陈一讯的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。 她说,疫情期间因为紧密的相处,有很多夫妻离婚,也有很多夫妻感情升温。 人与人之间感情出问题,最缺乏的就是沟通。 她唱亲爱的小孩和妈妈。 她说,妈妈说人生没有那么难,我知道这是骗人的话。 可现在我做了父母,我也对孩子说,人生没有那么难。 其实看到刘若英现在的状态,让我有一种安心感。 毕竟我也36岁了,我已经二胎妈妈了。 我也只会写公号不了解短视频了。 每次听到那种类似时代抛弃你不打招呼,你控制不了自己体重,怎么控制自己人生。 比你有天赋的比你更勤奋,我没有弱血感,只有被趋势感。 时代最终会抛弃所有人,时间太无情了,因此我们才应该对自己更温柔一点。 人生不应该是一直灼热的,那太消耗了。 幸福的婚姻生活会,磨灭一个人的创作才华,作品产出和影响力都会折损。 即便是这样,那我还是希望我们喜欢的人能拥抱到世俗意义上的幸福,只要是他们心甘情愿选择的。 不定期营业的刘若英陪伴两个孩子的孙燕姿,嫁去韩国低调生活的汤尾,包括变成女儿奴的陈冠希和周杰伦。 从为爱痴狂到各自安好,投射了人生走到今天对感情对生活的心境。 二十多年娱乐圈臣服,他们未必不知道大众需要什么,做什么可以更讨喜,收割更多流量。 可站到过高处看平地起见楼塌了的他们,已经不需要自证和银河了。 经历过不平凡,知道平凡才是答案。 刘若英才会在演唱会上特意拍下五月天的那句歌词,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。 谁说这样不伟大呢? 记忆中一直有一个画面。 万人合唱后来,唱到最后舞台上穿着白衬衫白者裙的刘若英低头鞠躬一个转身,不回头的只留下一个洒脱的背影。 很想说祝福奶茶。 祝福那个义无反顾转身走进婚姻的女孩,后来还有更好的故事。 不仅学会了如何去爱,还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。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如果觉得还不错,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 下次视频再见。